哈喽,大家好!继续我们的钢皮视频 那今天讲的这根笔SKB派顿的F21 好像派顿的笔是不是都是什么F多少F多少这样子区分的 反而EF间,这次你们都能看到包装上面 欧亚笔叶专业制造钢笔什么 随口给我普及一下欧亚笔叶是什么 SKB让钢笔书写成为习惯啊都行吧 反正这个字很漂亮我很喜欢 很艺术性非常非常强非常有美感的一种字体 另外先打开一下这根笔吧一样 现在反正哎又有一根小滴管好的非常感谢 这种纸的包装还是一样的反正这个包装我觉得好像环保一点反正个人来讲我喜欢环保的东西多一点 这个包装好的先放一边去先不管那么多啊 另外的对那看他这根笔透明示范笔带吸墨器这样子 他其实个人来讲透明示范笔我喜欢就是说整个笔杆和装墨的 我当时怕他露墨唯一的问题就这个 那整根笔反而拿下还是挺毒的第一个感觉 那吸墨器呃还是ok呃但我最喜欢还是白乐的那个吸墨器就是这么这么简单 呃吸墨器口径我不知道了反正现在口径真的很乱有个人统一口径还是挺好的 呃好那个先给你们看看一个尺寸这样子 储存的话反正还是一样呃很简单 那个 哎对13.4左右的一个长度 3.4那无印的这根对14会稍微短一点 那打开的时候就是呃 12.7对那12.7那这第一个感觉这根比方就是哎这个尖我觉得他不像那种 异形尖我会有点小喜欢这种尖呃第二个就拿起来他尾部这个地方 你看看 尾部有一个就有点像那个什么万宝龙的那个m系列的一个尾端的一个设计就是说 我一直不懂其实他那个尾端只有这这样子里面斜看看挖一块有那个什么mc的m series的那个 有一个小猩猩吗在那边很毒的吗 就m series有一个那样子的笔 那这根反正就你看就透明的他这块是拷贝那一块吗 这个甲子那拷贝哪一个就不用我多说了这个换了个钻石对吧 那阿拉米那个形状真的挺经典的就是那个比肩不咋的说实话 嗯2000的其实还好一点2000的说那个样子很霸气 呃先打开一下然后整根比方全透明对也是一根跟那个 哈利阿斯一样的一根少数里面全能做到全透明的笔 当然他带一个c默器他有个小黑色啊 这里就那个了好那个c默器先给装进去反正有点小小啊怎么说小啊不是很顺这样子一个 的情况 呃然后呢就这个小橡胶圈我就不知道他是 嗯难道是给我这样用吗 我真不知道怎么用的好的说实话这种圈 随个告诉我一下怎么用告诉我这个告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这样子啊就这样子一个圈 是那种反落末吗还怎么样反正我当做反落末吧好吧 但是这个 好像塞起来也挺挺好塞的行吧就这样子吧反落末吧当做 好那个我们一样那个我是这样用吗我估计应该是我照照你看好像像是这样子 嗯但这个也不像直接这样子就能出来了 好 对 所以就 还是把它弄走吧 真搞不懂 有时候一些功能他也不说清楚怎么用的 那背面能不能卡进去了可以反正就是 靠那个张力这样子塞进去 这个比较反正问题不会很大啊反正就正常那种有点小毒的这样子看起来有点质量啊 呃另外那就其他的话 笔石是透明当现在很多透明示范笔都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情况 握起来的话反正就 还是一样前面这块总成有点太小了我喜欢大一点 呃另外的话尺寸上面来讲还是ok的反正就 呃 应该是说磁烟拿起来偏硬手感 比握的时候握得不是很舒服反正价位来就叫价位在那反正就要求不会那么多 那拿起来还是躺挺舒服这样比握起来还是ok的控制性还是可以关心不会太强因为比比较轻 那我们就那一个现在到这里了让我们赶紧先上下磨然后看看一个效果 因为懂透明示范笔他最大特色就是在上磨的那一刻那我们现在就上下磨 空气给挤出去再把磨水吸上来对 哎哎呀好的就每一次就下面这里一点污了这个感觉好我的这根笔 就 呃没什么意思 那个 呀 这新墨器有点那个你们看上面他这不是风口的看到了吧这个地方啊我说是直的 嗯 skb是不是台湾品牌啊 他上面老说是台湾的但是 反正现在都是那个国内生产的但你说该不该该说该不该说他是台湾 但这倒是这个透明的那个笔什么现在沾上黑色墨水变成黑色这种感觉其实还挺漂亮的我觉得就这一下子 挺ok的 好的那就不说那么多赶紧先把字给写一下啊一样这两只笔的一个对比 好的好的书写完以后你们看看有什么区别没错的答案还是要没错 什么区别还是一样能用 但是他那个出息控制我们来说一下吧 反正就这种肩的话反正便宜的肩不知道为什么缺了一个是怎么东西然后捏起来哪一样 出息没有任何反馈反正就是说你不写下去多细就多细所以你看到 像这种细细的这些地方对吧 出就是说轻拉的那一下在这里就不会看得到你们就能看到这个问题 出没反正是一样没有问题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完美 写字上面反正就是 快拉对吧也没什么大问题对吧 笔件上面没什么反馈正常写 正常的文具一把 玩墨水的不建议有点细 另外一个地方就说反正就也是一样 呃常规的港笔因为现在看看了真的有点多有时候真的 他当时我买的就真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惊讶的一个就这个笔夹 因为你说笔尖的话反啊这个先放一遍吧 呃笔尖的话他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就惊惊讶感 除非是下真的上的百利性m800怎么的那种笔件那可能还是觉得会 哇那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但现在这种普通的其实 呃大部分还是一样还是那个意思 冷写没有问题的只是说 呃不至于说去讲究他那个笔尖的一个手感 因为还没到那个价位说实话的这个 呃反能用就行了我觉得能而且你还能出间 而且你还能配那个有有出有戏对吧 就是说这个总价还没有人家一个贵的金钱来的那个就是说 那个价格还没人家一个金钱的贵 所以说还是挺怎么说性价比很高的一根笔这根对 呃形状上面来讲 透明的看你读不读我一开始很读透明的 那现在可能时间久了就没那么读了 但这根笔也是还是ok的一根笔啊 反正就有点小特色有点小个性这样子 对的 那有什么讲错的麻烦帮我纠正一下 哪个喜欢的可以加我微信有空一起交交流交流这样子 呃对的那下次再见 谢谢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